我爱工作犬,三名小朋友挑战警犬训导员 他们中间谁最辛苦,谁最轻松,谁最潮皮,谁最无奈 谁又能取得最终比赛胜利 敬请关注,我爱工作犬 记录真实,服务民生,欢迎各位收看生活567特别编排的暑期节目 对于家长来说,孩子的暑假过得开心,景点是一个方面 如果能在假期里再许点东西,那就更有意义了 前不久,几个黑龙江农村的小学生就在哈尔滨边房的警犬训练基地里当了一回训导员 不过据说,犬是忠于自己主人的 那初来乍到的小朋友们来当训导员,这些犬能听话吗 那孩子们会不会惹出什么麻烦呢 下面由我来教大家警犬的做的口令及手势 做 做 现在有请主考官隆重出场 今天我也威风一把,只要我看不顺眼的都将被淘汰 新话少说,开始比赛 前面有点到名字的站到这一次 这三位小朋友最终胜出 我叫王思雨 我今年11岁了 我很喜欢狗 因为狗很灵巧 还很聪明 作为三人中的一名女选手 我一定要争夺第一 加油 俺叫董立 今年9岁了 在这次比赛中 我一定要整个第一 必须的 耶 我叫王子薇 我今年11岁了 我今天来到 行选地地非常高兴 因为我非常喜欢狗 狗是我们忠实的朋友 我相信我在比赛里 一定会战胜他们的 银翔 这些可都是 黑龙江边防总队的 神权骑兵 那各个都是训练有素 英勇无比 他们中既有搜独的 还有搜报的 还都是成绩捉住的 功勋犬 哎呀妈呀 那狗可真厉害 能跳那么高 能爬那么高 让我 我可不敢 哦 我看这狗太厉害了 我看这狗太厉害了 真是老直前了 眼下最要紧的 是你们仨要到犬舍里 在这400多条警犬中 分别挑选出 你们最满意的搭档 究竟谁会被你们选中呢 我与静怡呢 朝夕相处了三年 我和静怡之间呢 具有兄弟 敌战友之间的深厚情意 它是军阳基地 科目最好的一条狗 开始训练 你看认识了 现在认识了 哎呀 哎呀 这是对你好 这是对你找人 哎呀呀呀呀 来来来 来来来 静怡啊 太活泼了 一看到这么漂亮的小姑娘 她是一个劲儿的兴奋的 害怕 他就咬我了 不咬 明白不明白 他对你好是跟你玩 跟你玩呢 刚才呢 他就是意思是对你好了 我害怕你了 我要和你玩 你不要怕怕 害怕 很害怕 为什么害怕 怕那只狗咬我 因为那只狗特别特别慌 江西才不停地鼓励 王世宇 胆子再大一些 哎呀我的妈呀 因为如果他与静怡都亲近不了 那下面的科目 也就无从谈起了 可是看这现状 让人感觉悬呢 上我旁边 小姑娘吧 也是对这个犬陌生 害怕犬 她不怕犬了以后 自然呢 她的训练会事半功倍 在训练中 我们是最好杂当 在生活中 我们是最好的朋友 因为他在同龄里 算比较胖的 非常可爱 就像我们一样 不要害怕 只要你就是 一定要让他 让他注意力在你这里 你不要害怕 你只要害怕她也肯定会害怕的 就是调有你就可以了 拿着霍尔肠来 然后跟她 先交给你的东西 比较明显就比静怡成本了许多 似乎对着王子薇的兴趣不大 不过 看这架势 王子薇一上来 就明显比王子薇 占优势 我还是有信心战胜他们 因为 我觉得 比赦是最棒的 我挺相信他的 我认为他能做到最好 我和王 就是感情属于是亲兄弟一样 我把他当作我的无缘战友 因为他很老实 也很文静 也许是这武王年龄最大 你看 人家多沉稳的 一上来就和董立 配合的那是相当默契 诶 等到董立 你不害怕狗吗 不害怕 因为我觉得狗是 人类忠实的朋友 它就算咬了 有可能也是不小心的 看看人家两个可都训练得不错了 王石宇这心里头着急啊 可是 不管王石宇怎么拿火嘴肠来诱惑 人家竟离这心里头 压根就不买你的账 他不认识胡锡 他很欢事 不像有的狗 太懒了 就趴在那 他很欢事 让他休息 他一刻也不挺 原来是一群小狗 引起了男孩子们的注意 这是多大的 两个多一个 这自行犬吗 是 他找到了 这也是 这些两个冬孽大的小黑狗 经过科学严格的训练 以后可都是 比特武王的接班人 而这些 只有一个冬孽大的小花狗 以后也就是 静一个替身了 这股腿不行了 足不了道了 哪个腿不行了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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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腿 这咬的还咋着 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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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大钱咬的 对吧 这老大的 就比那个还大 你给它揉揉 揉揉不准 事先说明 这不是我找的 什么 是什么 西伏仁呢 西伏仁 我踹你 西伏仁呢 哈哈哈哈 你站起来的 我做个示范看 正一 好好好 瞧瞧 王思雨可没有他俩那么轻松 一个人还在这苦练 正一 好 好 好 掉吗掉地下 没有 没有就好 他扭着我手了 好 来 来 试一下子 先牵着他 抚摸他 抚摸他 抚摸 轻轻 对 告诉他 昨天没有人家两位小朋友训练的好 王思雨一大早就练得格外气劲 没事 进一点 好 对 你对他好 他不会养你 我要再跟他搞好关系 然后让他更加挺我的 让他成为我最知心的朋友 王子薇和董立 与他们的小伙伴相处得怎么样了呢 坐 坐比特 坐 坐 好好比特 好好比特 过 过 比特和五王都是从八个月起开始接受严格的训练 一年之后他们就参与各种搜爆行动 绝对是警犬中的佼佼者 上午十点五王来吃饭了 就是他吃的是什么呀 他吃的是犬粮 那跟家里的狗吃的一样吗 不一样啊 我们单位的狗只吃犬粮 就一般人家的狗不都吃一些的剩饭吗 那这些狗能不能吃啊 也能吃啊 但是这个 为了一致嘛 这个都是犬粮 趁五王吃饭的时候 训练机率的正位也向五 带他们搭再开开眼 有朋友们 这是高家所选 产自俄罗斯 主要作为护卫犬 是我们基地啊 最大的一条犬 是不是这条狗咬不要人呢 咬人呢 不能碰 那我们能靠近的吗 靠近的会咬人的 那他为什么不咬你呢 因为很熟悉 为什么不咬一般的狗 尾巴为什么不咬呢 这个犬就特别就是这样 而且尾巴还翘死了 这男孩子就是好动啊 训练的空隙也不闲着 先是小火箭 鱼 小猪 还有放黄 还有小劲儿 王诗语可没有他们俩轻松 还在练习 怎么才能与静怡握手 他想把静怡当作生活中的朋友 慢点 我先摸摸吧 多叫个名字 为了让三位小朋友 能与他们的小伙伴 有更亲密的接触 训练基地特意安排他们来到松花江边上 让他们来一次彻彻底底的大放松 很好玩儿了 给狗洗澡 然后狗满身是谁 然后就摇头晃脑的 狗在水里还呛了一下鼻子 哎 你们别光觉得这好玩 要知道 这些对于训导员来说 可都是他们平时生活的一部分啊 哎呦 静怡还会两条腿走路呢 这可是王诗语的考试科目啊 静怡直立行走五米 注意 王诗语有问题要问了 训导员手中拿那个球 对狗是什么影响的 在这个训练的过程中 每做一个科目 完成了好了以后 我们拿这个球来进行这个奖励 离 离 叫 叫 坐 看这一招一式真是有板有眼 这是王紫薇的考试科目 三米外让比特坐握打滚和吠叫 懂立的考试科目是 让五王后退五米 退 退 可是一直都很听话的五王 这会儿不知道咋的 突然变得不高兴了 这一向听话的五王 怎么也突然变得有点不乖了呢 那从目前孩子们的训练情况来看 要想顺利的通过考核 王诗宇和董立似乎还都有点困难 那只剩下最后一天的时间了 三个孩子能让三条工作犬 心甘情愿的听从他们的口令吗 最后的考试又会是个什么样的结局呢 王诗宇还在继续努力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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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练咋样呢 还挺好的 那咱俩练的 咱俩能不能超过那个王诗宇啊 我不许差不多 那个小静一个人不听他 关键他 他做动作都比咱俩的 比特努力都很厉害 他做动作虽说标准 但他不打听 王诗宇的 但我看未必那么简单 军一 坐 成立 成立 明天就要考试了 以目前的训练状况来看 以王诗宇啊 最悬 虽然这样 但我还是很有信心的 因为刚才思想研说 我是在 他是在跟我玩 一 叫 叫 叫 好 好 滚 滚 滚 立 好 比特 好 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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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子卫已经是剩限在握了 好 我就是觉得他们信的没有我好 马上就比赛了 我也特别紧张 不过我觉得我自己能拿第一 下面进行精险技术考核 希望你们取得好成绩 有没有决心 有 王子薇指挥干脆利落 比赛动作准确迅速 动力只会有漏洞 但最终五王还是配合完成 静怡和王施宇已经新人伙伴 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 希望你们在新的学习 学习进步 好好学习天天相上 虽然很辛苦 但是也很快乐 学到了很多知识 还知道什么事只有坚持才能胜利 我马上就要和比赛分离了 我想我们只是暂时的分别 我相信我们以后还会见面的 我明白了一个道理 做什么事情都要很艰辛 以后我要磨练自己好好学习 三天时间就能让完全陌生的工作犬 这么听话 这三个孩子也真是太不容易了 其实一条八个月大的幼犬 要把它训练成合格的警犬 至少要经过一年的时间 所以这短短的三天 也就是孩子们一个简单的体验而已 胖乌库的小姑娘 从最初的害怕到最后 能让警犬站立行走 付出的是辛苦和汗水 换来的是对自我价值的一次肯定 一较娱乐 让孩子们的暑期过得更加有意义了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生活567和你在一起 明天同一时间 请您继续收看我们特别编排的暑期节目 平静的小山村 突然闯进来了一只奇特的动物 炸眼嘛 我哪有胖子嘛 面不像马 鸡脚像羊 蹄子像年 但你都不成像 所以是不像 驱赶 用绳套抓捕 到底该如何处理 现场一波三折 敬请收看 我不像四不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大家